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讲求电子付款的时代 如今很多人出外用餐 都会使用QR码支付系统来付款 不过最近却有一名来自马六甲的民众 向甲州的内贸局投诉说 自己到州内一家小贩中心的饮食店用餐 但是当他要使用QR码来支付系统付款的时候 却被业者告知需要给一个附加费用 就是说原本食物价格的1% 业者给出的回应是 那是银行提出的要求 针对这件事 马六甲内贸局今天派出了执法官员 到有关的小贩中心取缔 并且证实银行并没有发出有关的指示 而是业者他自己早在今年初 就开始向消费者征收的额外费用 对此内贸局也援领了价格控制 及反暴力法令向业者开出法单 马六甲内贸局官员今天拉大队 到被指控向使用QR码支付系统付款的消费者 索取额外费用的饮食中心展开调查 并向违法的业者开出法单 马六甲内贸局局长促请商家 不应该在政府实施针对性补贴后 趁机调高商品价格 而消费者也受促 在买东西时应该检查收据 做个精明的消费者 涉嫌在八升股两项价值111令吉高速大道项目中收费超过16亿令吉 高速大道特许经营公司ProLindas集团的首席执行员和两名高层被反弹会逮捕 该集团昨天也发文告指会全力配合调查 在公司高层被捕后ProLindas大道公司今早9点停牌一小时 直到早上10点才复盘 吉隆坡移民局昨晚在突击行动中成功倒破一个利用外籍人士和儿童乞讨的非法集团大本营 共逮捕79名外籍人士和一名本地男子 根据了解非法集团会威逼他们工作超过14小时赚取高回酬 也会让10个月大的婴儿和儿童服用咳嗽药水 并在昏睡情况下乞讨以博取民众的同情